作词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名损如依跟礼善如主 两个德语故事的动画片 那这两片 它花的时间播出来是三十分钟 但是它是怀胎十月才生出来了 这部片子拍了将近快一年 十个月的时间 那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们对整个文化的认识 深度还不够 有时候拍出来 画出来跟圣贤人的风范德行 可能还有一些差距 都是在这些很细微的部分 慢慢去调整 最后才把它做出来 这其中真的是有非常多人的付出 在里面 真的一件好事都需要重置层层 才做得出来 而这些动画片 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这些传播媒体都属于社会教育的部分 整个社会良善 这些传播媒体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相对的 假如传播媒体播出来的 是误导大众的价值观 甚至于是一些杀盗淫妄的这些景象的话 那也很可能让社会快速堕落下去 我们很冷静来看 现在看的这些动画片交给孩子些什么 现在唱的这些歌又交给孩子些什么 可能我们在面对这些情景的时候 都会感叹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我以前也常讲这句话 那诸位朋友们 说完这句话呢 那这些事还是没有人做啊 其实这个世间很多事情都知道很重要 应该做 必须做 谁做 我不做 终究有人做 当大家都想着等别人做 结果 家庭社会最重要的是 终究没有人做 这些事情呢 它等于是刻不容缓 因为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看这些动画片 它是良善还是邪恶呢 我们冷静来看看 请问大笔小星教什么 现在日本还有一些奥特曼 都是用武力解决问题 那些孩子看了几集啊 看到人就 我是奥特曼 就过去打人了 现在还不是 男孩子武术高强 现在连女孩都无一倖免 也都是很暴力的状况啊都出现了 那在这几年啊 跟随杨淑芬老师 推展传统文化的过程 体会最深的一点呢 就是杨老师呢 他是见义勇为 这个义啊 就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对于自己的家庭 对于自己的家人 我们有我们的本分 我们今天是公务员 有我们公务员的本分 我们今天是医生 是律师 是老师 都有每一个行业 应尽的本分 其实最重要的 都是服务人权 奉献我们的一份心力 以至于整个社会 我们一个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是一个公民 我们也有本分 今天我们上公车了 看老人家上车 我们赶快起身让座 我们进了一个公民的本分 但是假如这个时候 我们视而不见 那我们今天也没进到一个公民的本分 今天看到地上纸屑很多 我们都视而不见 那带动的是整个社会 对自己环境的冷漠 那我们也没有进到本分 其实啊 当我们时时都能观照到 家的本分 工作的本分 社会的本分 甚至于是我们一个民族 我们一份子 一个炎黄子孙的本分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没工夫啊 去抱怨东抱怨西了 去看这个不顺眼 你看那个不顺眼 因为尽自己的本分都来不及了 哪还有时间去批判别人 甚至批判社会呢 在论语当中呢 子贡呢 有一天啊 批评了一些人 结果夫子知道了 就说道 说子贡啊 你是很贤人的吗 很贤德的吗 我啊 假如是我的话 我光是尽德修悦啊 对自自己的习气 尽我的本分 我都没工夫了 我哪还有工夫去批评别人 而当我们呢 把专注力呢 放在批评别人 批评社会的时候 其实啊 我们观察自己的缺点 观察自己的过失啊 就越来越不足 越来越不敏锐 因为把精力都放在你看别人上面去 哦 那这个是恶性循环哦 当我们看别人过失呢 都没看自己的过失 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 人家心里一定不符 你又没有做得比我好 五十步呢 怎么可以笑我百步 所以真正能感化他人呢 那绝对不是从批评 从指责当中 而是呢 我们自己先做出榜样出来 我们自己啊 先敬我们每一个角色的本分 这样才能很自然的去感动啊 别人 夫子讲的见义不为啊 五五永也 在家庭的道义 孝涕啊 是我们的道义 勤俭呢 是我们应尽的道义 杨老师他兄弟姐妹啊 不少 光是他的 子子 外甥啊 加起来就有十八个 这个阵容也算坚强 俗称杨家将 好 各位老师 我也是杨家将之一 我排行二十一名 老师刚好在海外啊 收了几个杨家将 这杨家将的 这个名字的背后代表 一定要尽心尽力啊 复兴民主的文化 不然我们就对不起老师的栽培 老师就提到 自己年轻的时候 想一个问题 要让我的父母这一辈子 都觉得很欣慰 很快乐 很觉得光荣 最重要的是他的 不只是他的孩子要好 他的孙子也要各个有出息 所以老师一想到这里呢 他就尽全力啊 去教导照顾他十八个晚辈 所以老师是从中学时候呢 就开始教学了 教自己的晚辈 读经啊 写书法 那这一份孝涕的心 是进了家庭的道理 我记得那个时候住在老师家 一遇到呢 母亲节 父亲节 虽然老师跟师葬呢 他们并没有生孩子 可是遇到这些节日的时候 收到的贺卡都好多 有时候还收到海报 贴在门口 父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因为呢 老师是用真诚的心呢 爱护的心啊 去教他的晚辈 他的晚辈啊 对老师的尊重呢 跟他的父母啊一样 而夫子讲啊 孝涕也者啊 其为人之本鱼 一个人真正去例行孝涕了 他设身处地的人爱心啊 很自然就会流露 因为呢 交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负责也 他今天懂得孝道了 他一见到别人的父母啊 他自然而然提起 对人家父母的恭敬 他一听到啊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 他就感觉得到呢 为人父母都不容易 因为我的父母很辛苦 看到别人的哥哥 他那种恭敬的态度啊 也会出来 以至于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这一份孝呢 转移到对国家 对自己的工作 忠诚度啊 就出来了 老师那时候是做公务员 他在护政事务所上班 他就觉得一个公务员啊 最重要的本分 要成为啊 人民跟政府最好的桥梁 不能只是在那里应付工作而已 给每一个来的人民啊 都要有一个 关怀真诚的微笑 那刚好 老师那个时候 又是办身份证 所以也看了不少人 也体会到很多 家庭当中呢 一些种种的情况 俗话说 家家有本啊 难念的情况 后来老师呢 利用工作之语啊 开始教孩子书法 结果在这个 教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父母啊 他们可能家庭背后啊 都有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问题 除了教学生 教到九点多十点 学生回去以后啊 还跟这些家长呢 常常就教育啊 就人生的一些问题啊 做沟通 做交流 有时候一做啊 都做到一两点多 才回家 结果呢 老师是女儿生呢 一两点回去呢 有点危险 所以杨老师呢 都穿那个大衣 包起来 后面看不出来 男的女的 然后大衣里面呢 都放一支雨伞 以备不识之虚 这个可以当武器用 都是这样 只看到啊 这些大众 家长的需要 反而自己的疲惫啊 都抛到脑后去了 那因为老师之前呢 是在警戒服务 也是高层的秘书 看到很多啊 警戒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些重刑犯 比方这些十大枪击药犯 一个犯人 可能抓了一年啊 抓到了 可是在这一年过程当中啊 有时候一发现他 要整个几百几千的警察去搜山啊 那一天吃掉的便当啊 都上万 而且这个抓下来 一年两年 请问花了社会多少钱 这是有形的金钱啊 那个消耗都很难算啊 再来 一个枪击药犯所造成整个国家社会的不安 这个又无法计算 诸位长辈朋友们 请问当时候在抓沉静心的时候 多少家庭提心吊胆 那很可能是整个社会 都是提心吊胆啊 所以把一个好学生教好 跟把一个坏学生教好 那对社会的意义啊 是迥难不痛 当一个很可能成为十大将棋要犯的孩子 我们能用爱心把他救回来 这真的是攻在社会国家啊 可是往往有时候我们专注的都是给好学生教好啊 反而这个不好的学生呢 其实他不好啊 我们不能只是用成绩去衡量啊 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优点啊 我们肯去启发肯去爱护他 每一个人都能活出他的特色啊 都能活出他的价值 所以整个对学生的教育 假如只看重成绩啊 有很多孩子的未来 都可能在这个标准当中啊 被这个埋没掉了 之前听到一位女校长啊 讲的一段话呢 那真的是道义之声 这一段话呢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一位校长他当时候 他把他们学校的中措生 措学生啊 全部都找回来 然后呢 好好地教导他们 其实啊 这个是孔夫子的好学生啊 夫子之道 忠肃而移 什么是忠 我们尽心尽力就是忠 对家庭尽心尽力 对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对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也尽心尽力 这个是忠 尽自己的力量 这位忠 什么是数呢 数道就是设身处地 推己己仁 这个是数道 这一位女校长 她能设身处地 她为什么花那么多的力量 把所有的学生 一个一个找回来 因为她可以 站在这些孩子的 家人父母的心去体会 她也是为人父母啊 当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都在网吧 都在一些不好的场所流连忘返 你看她的父母 可能睡都睡不好 吃都吃不好 这个时候用一份无尽的爱心 把孩子都找回来 那是安了多少家庭的心啊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力行中述之道 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 我们为我们的工作 为我们的单位尽忠 尽心尽力去做 给单位做表率 所有的同仁 看到我们呢 都觉得 嗯 要向我们学习 那这个我们就是 终于团体了 而面对我们这些同仁 新近的同仁 我们会了解到 他刚来啊 很多情况不熟悉 我们不要指责他 我们应该宽恕他 我们应该包容他 甚至我们应该啊 协助他 成就他 这个就是树道 圣贤的教诲 绝对离不开 我们当下的存心 绝对不会离开 我们的家庭 跟我们的 处世待人的状况 圣贤教诲啊 就是我们的生活 绝对不是呢 供在书架上面的书而已 所以当 杨老师看到 这个 犯罪率啊 越来越提升 而且这一些 重刑犯 都来自于啊 不健全的家庭 所以真的啊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只有缺乏爱的孩子 我们曾经都 站在这个婴儿房外 医院里面的婴儿房啊 望着里面 刚出生不久的 这些婴孩 看着看着呢 都会让人的心啊 非常的喜悦 因为那些都是 天真无邪的脸庞 看着孩子这种 自成的笑容 那种无邪的笑容 我们呢 都心里面都会觉得很舒坦 有没有 哪一位朋友啊 去那个婴儿房外面 看着里面的婴儿说 哦 这个以后是枪击药犯 哦 这个以后是 是 讲话很凶的 不可能吧 而我们 去感受一下 一个这么天真的小孩 最后会变成这么暴命 请问他这几十年的过程 怎么过来的 他可能从很天性的父子有亲 当他要依偎在父母身旁的时候 父母没有时间照顾他 一把把他推开了 当他犯错的时候 父母没有耐心教导他 可能一巴掌就把他打晕了 都有可能 他那一份天性的父子有亲的亲爱 都是被父母长辈甚至老师 无情冷漠把他推得越来越远 最后才会变成做出这么多错误的事情来 所以当我们都从原因上去看的时候 其实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气不起来 我们都不可能跟他对立 我们只会觉得他是很可怜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所以老师觉得 一定要把很多没有学到圣贤教诲的孩子 赶快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从迷途能回过头来 所以那时候杨老师招生 他发了个意念 希望这些圣贤人 找难教的学生来给他教 一说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很惭愧 我们那时候都想 给我好教一点 但是你看这一份道义 能够去承担责任不怕困难 所以孔夫子跟孟夫子的教诲是 杀生成人 舍生取义 现在又不用舍身 现在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本分做好 就是真正为这个社会尽一份道 所以有一些家长打电话来 杨老师啊我的孩子很乖 在学校成绩很好 到你那边去上课好不好 杨老师说很乖就不用来了 一般家长觉得说 讲很乖老师会说 结果老师说 这么乖你们自己教就好了 还来 好 所以我们真的要一起去爱护这些 误入歧途的孩子 甚至于是在监狱里面犯罪的这些服刑人员 这个老师啊刚好这一次呢 到了海南去啊 访问了这些 学了传统文化的服刑人员 那一开始要访问他们的时候啊 老师就跟他们说道 今天啊 你们把你们学习的心得 把你们最深处的感悟 甚至是对父母的那一份孝心 对父母的那份忏悔心 你们就很自然的 很真情的把它流露出来 你们这一份浪子回头的心啊 很可能可以唤醒很多啊 做错事的人 假如你把他的善心孝心唤醒 他以后就不会走上监狱了 跟这些在监狱里的服刑人员讲完以后啊 本来他们还不大愿意接受访问 结果这么一讲完 你看他当下那一份呢 责任性提起来 他那一份呢 人积几积啊 人力几逆啊 自己已经受过的苦啊 不愿意人家再继续走啊 我们从这里都看到 纵使他曾经犯过错 但是他那颗良心都在 真是人之初啊 性本杀 干警曾经跟我们说过啊 当初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倒的真是非常的惨烈啊 几十万人就这样生命就不见了 那个屋子几乎已经是全部都摧毁掉了 连监狱啊都倒下来 一百多个服刑人员啊 在那个当下呢 没有任何一个人逃跑 这一百多个人啊 使尽他的权力啊 用他的双手啊 就这样在瓦砾当中啊 救人啊 结果救下来呢 他们的手啊 没有一个人的手啊 是不流血的 你看在那样的气氛当中啊 他们的良知啊 起来了 善心起来了 通通拼了命的在救人 你看他的善心 假如有好的教育 那各个都是好人啊 各个都是善人啊 我们真的呢 看到这些情况 听到这些故事 我们的内心啊 这一辈子 绝对不怀疑人之初心本身 可是我们也更了解到啊 人生啊 他是提升还是堕落 总在他遇到的缘分不一样 遇到好的缘啊 他就提升了 遇到不好的缘 他很容易堕落 当我们看到很多人 人堕落的时候 我们更要思考到 如何把社会的风气啊 更加的改善 社会的风气越好 就越不会有人啊 堕落下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呢 只想着如何去改善 我们不愿呢 再批评这个社会 我们在批评啊 那可能都有一点啊 若井下石 结果这些服刑论员 接受访问的时候 真的都是侃侃而谈 这些访问的片子啊 最近会出来 出来的时候呢 我在带来呢 跟大家一起交流 真的我们只要看过的人 看到一个曾经犯过大错的人 自成的悔过啊 都会流下我们感动的泪水 而当这些曾经犯错的人 又能猛然回头啊 他可以去劝导 可以去帮助的人啊 非常多 比方那些曾经吸毒的人 他转过来啦 又到监狱里面去弘法 去给他们讲第十规 他一讲呢 底下的人说 哇他也吸过毒呢 他能改过来 都给他们无穷的信心 他在娓娓道来啊 我的父母超了多少心啊 我的家人超多少心啊 把他们的良知都换起来 所以浪子回头 为什么经不换 因为他一回头的觉悟啊 可以唤醒很多的人 包含我们人生 曾经走过夫妻之间的情况 教育孩子的情况 人世间觉得不好的事情 只要我们觉悟了 全部变成好事 用一份真诚啊 把家庭关系都改善了 以后跟人家娓娓道来 以前我跟我先生 是不打不相似的 现在变得那么好 他心里想 我好像还没你 还没你那么惨 那你这么惨都能改过来 那我们也很有信心 跟着来学啊 给人家无穷的希望 像我有一次呢 在这个素食馆前面 刚好遇到一位太太 一位中年妇女 看她眉头深锁 我们就很不忍心 这个人生可以这么自在快活 看人家皱眉头 都觉得替她很难过 所以我就跟她很自然了 就聊了几句 一聊呢 聊到这个夫妻关系 果然呢 她的眉头就开始稍微放松了 她说 对对对 你讲得挺好的 讲了差不多五分钟 她已经眉头不皱了 突然呢 问了我一句话 她说你结婚没有啊 我说还没啊 她说啊你不知道啦 所以你看呢 要劝人家夫妻和好 没结婚威力还不够呢 所以诸位朋友 长辈们 我们人生觉悟的经验 真的可以利益他人 人生的路啊 通通没有白走 一觉悟啊 一切几十年的人生都悟了 以前那些事都会变成 劝导别人 成就别人的法宝 好 老师到了这个监狱去呢 访问了这些干警 访问了这些服刑人员 那整个呢 海南呢 教育服刑人员 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个戒毒率啊 都破世界纪录 结果传遍了呢 这个整个大陆啊 以至于很多世界的新闻报道 都注意到 那会给很多人信心 有一些企业家 我们跟他们交流 结果刚好我们邀请了 海南省监狱的领导 去分享他们做的过程的一些感受 结果他们听完以后说 哇 人犯人都交得好了 我的员工怎么可能交不好 那老师那个时候啊 在警戒服务 看到这些现象以后 一蓝绝蓝啊 把18年公务人员的 这个资历啊 都舍掉了 很可能过几年啊 都有退休金了 可是啊 当我们能让一个人啊 能迷途之返 这个不是钱啊 可以买得到的 当我们让一个孩子真正 从叛逆逆返 真正变成一个孝子 那我们的人生啊 都觉得没有白来 好 后来 这杨老师啊 就全身心投入 书法的教学 地史规的教学 交了几年以后 累积了这些经验 才在四年前啊 老师带着我们 到了海口 才透过老师这些经验的基础 跟整个广大的 父母啊 老师做交流 慢慢的 互相切磋啊 教学相长 一路现在走过来 才有 我们在安徽 如江文化教育中心 这个跟大众啊 推展我们祖宗啊 传统文化的这个姻缘 那也由于呢 去年的 这个月 年终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老师啊 跟我们孔庙李主任 还有这一些 我们孔庙的这些领导负责人 沟通呢 在孔庙办地史规 办了以后呢 这些老师啊 非常有爱心去教 李主任他们呢 也非常有使命感啊 特别支持这些老师们做 所以现在呢 这些孩子们 已经学了一年多了 听说现在报名啊 都很不容易 所以人都还是呢 喜欢啊 都是有那个好善好得之心 那也我们也希望呢 在桃园附近的 第一线的老师们呢 都能呢 都能呢 来共襄盛举 把我们宝贵的经验 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放假的时候呢 还能出来做回馈社会的事情 其实当我们有这个利益社会的心啊 那是给下一代最好的保障 那从去年十一月份呢 我们也跟家长们啊 每个月呢 都有这些传统文化 地质规的交流 那之前呢 我们齐山孔庙啊 也有上来呢 跟我们交流这些经验 我们相信呢 德不辜 必有灵 诸位长辈朋友们 孔庙不是拿来观蚊子的 孔庙是拿来弘扬孔子 弘扬圣贤的教会 我们希望呢 全台湾 以至于全世界 华人有孔庙的地方 都能想起 朗朗的读书生 都能把夫子圣贤的这些精神 把它弘扬开来 这我们也进到啊 一个圣贤弟子啊 我们是孔夫子弟子的一个本分 我们也算是能够去尽一份心力 老师啊 在推展这个文化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了 这一些社会的媒体啊 是误导很多社会大众 甚至于让孩子染上不好的习性 所以杨老师从 体会到这一点开始 他就马上 看电视看得很专心 我记得有一次呢 跟老师一起看《商道》 我是看呢 这个男主角呢 他怎么去爱护他的下属 他怎么去回馈社会 结果杨老师不是看这个 杨老师是看呢 他的镜头怎么抓 他都怎么拍呢 才会拍得让人家感动 因为老师呢 心里想呢 假如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他也能够去张导演 把这些好的片子拍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片 一套CD片 叫《吉辅消灾之道》 有23片 那个是老师导演的 但是请那个广播员 把很多德行故事 依照《太上感应篇》的顺序 讲了23片 录得挺好的 大家可以上网去抓 放在车上 每天这些圣贤人的风范 熏陶我们的德行 所以老师留心呢 这个卡通影片怎么拍 这个戏剧怎么拍 后来现在因缘成熟了 刚好呢 这一家公司啊 很有心要弘扬文化 但是文化的功底不够 老师尽心尽力 不只在技术当中协助他们 甚至于他们发不出薪水了 杨老师在支持他们呢 因为太难得了 这一群工作人员 基本上绝大部分不满30岁 一个27、8岁的人 这个导播都没30岁 他们这些工作人员 看到一个不满30岁的人说 我想要弘扬传统文化 听了都很感动 那个都像珍珠一样难得 所以去这个帮助他们 去指导他们 才有这个片子出来 我们希望啊 有这种 媒体工作能力 有这种艺术天分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啊 来为社会良善风气 来为民族文化的沉船 大家呢 手牵手啊 肩并肩 团结力量大 一起来做 我们绝不拿着自己的艺术天分 画出来的东西 制造出来的东西 却造成社会的堕落 那这个 我们这一生就做错了 总不能拿着创意去设计杀人游戏吧 所以我们对面对自己的从事的行业 一定要想着都是真正能利益社会的行业 所以 杨老师曾经说到 他看到很多现象啊 真的气死了 但是气死严不胸 所以气死 是一开始的状态 气死了 接着呢 气呢 开始酝酿 第一阶段的气死呢 是看到社会的不足 第二个是 开始想 我要怎么做才能改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的气死 第三阶段 气死 这个气要把它死出来 道义要死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开始呢 承担责任 要怎么做才能改善 不管多难我都去做 第四阶段 气死 气出真正的实力 真正能利益社会大众的实力啊 就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真干 真正义无反顾的把它做到底 诸位长辈朋友 大家不要担心 做不会做死的 烦恼才会烦死的 反而越做啊 心量越宽 越做呢 越体会到社会的需要 为什么夫子说啊 立行近乎人 因为越去做呢 越能感同身受 家庭社会现在的痛苦需要在哪里 刚好前不久啊 我们又办了一期的课程 有一个女孩啊 二十三岁 她刚好听完课以后 她上台分享她的心得 这个女孩说道 她以前还没学弟子规啊 有一天 遇到啊 春节 过年的时候 跟母亲啊 情绪呢有冲突 这个女孩啊 跑到她母亲的面前 跪下来 然后呢 跟她母亲说 叫着她母亲的名字哦 说 我给你磕完这三个头 你是你 我是我 哦 我们那个时候在台下听到这一段哦 我那个心都快揪起来了 真的感觉说 那个当下她母亲不知道痛苦成什么样 我们想想 请问她能体会得到吗 人真的哦 那个情绪起来啊 什么道义啊 通通提不起来 连最轻的怀胎十月 福育她二十多年母亲的恩德 通通看不到 哇 各位长辈朋友 脾气 恐怖恐怖啊 哎 你们好像没什么经验 你们的修养太好了 哎呀 一个家要和乐啊 首先不能发脾气啊 这样才有太和之气 人家发脾气的 我们马上委屈求全 不跟她正面冲突 最近俄罗斯啊 有一个报道 因为有一个戏剧啊 叫福士德 大家看过这个 听过没有 听过 这个戏剧啊 它整部片子过程当中呢 有一段 是 这个福士德 这个男主角啊 他非常的生气 火冒三丈的情景 这个演员啊 叫安德烈夫 他演这个角色呢 演得非常 专注啊 非常入神 刚好公演前啊 有一个排演 这个安德烈夫啊 突然演到大发雷霆那一幕 台下有一个工作人员啊 一不小心啊 工具掉地上 那他刚好在愤怒当中啊 又听到这个声响 马上把这个愤怒的眼神啊 移到了这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上 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刚好跟他 双目相对哦 相似哦 马上 抓着自己的心脏 就倒下去了 隔天就死了 哦 那个时候大家还不觉得很恐怖哦 还想说啊 那个可能他一时突然间 这个 心脏病发 但是呢 他那个 突然间哦 全身好像 这个紧缩的时候啊 他是指着那个演员的脸 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走了 把他解剖开来哦 没什么病 接着正式公演 他演福士德啊 这个安德烈夫继续演 又演到那一幕了 刚好因为那个 那一幕的过程哦 一个人愤怒那么高的时候啊 在场的人其实都会受他情绪的影响 好 结果那个 交响乐队的指挥哦 在那一段哦 也有一点 这个精神不及重 所以指挥错就不是很好 然后那个音乐啊 就突然就有点走 荒腔走掉了 然后那个安德烈夫演到那里的时候 突然听到音乐不对了 马上那个愤怒的眼神移到了 那个指挥的身上 然后那个指挥也跟着他呢 双眼相似 突然呢 停了几秒钟 一动也不动了 这个指挥就 九十度 砰 倒地上 好 倒地上呢 还讲了几句话 福士德的眼睛 福士德的眼睛 然后就昏过去了 我不是跟大家讲笑话呢 第二天也死了 哇 大家心里恐慌了 不敢演啊 再闹条人命还得了啊 所以呢 他们说不能演啊 这样不行 可是啊 这个花钱的老板说不行啊 你不演那我损失惨重啊 你们已经跟我签约了就得演 没有办法 大家商量好 到那个剧情的时候 叫这个安德烈夫这个主角 不能看任何人 结果这个安德烈夫 就找到一个位置 有一个小包厢 他还没演以前去看了一下说 这个包厢今天没人 所以要演那一段的时候 他都看着那个包厢 结果后来呢 演完了 没事 大家心里就松了一口气 才松没多久 消息传来了 那一个粗浅的老板 把那个包厢包下来了 但是他迟到 所以都没有来啊 所以演员以为 那个包厢没人 其实他迟到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走进来看了 结果安德烈夫呢 结果安德烈夫呢 最后都看着那个包厢 然后那个老板 就在里面看 最后他也怎么样啊 他也砰 他也死了 诸位长辈朋友 你看愤怒恐不恐怖 其实你看哦 那个愤怒真的会杀人啊 会伤人啊 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在处事过程当中 我们那个怒火 很可能已经造成多少人 终身的伤害都说不定 甚至于是让多少人的信心啊 从此提不起来 人生不能造这种孽啊 掌握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真正利益别人 后来呢 这个造成呢 俄罗斯的震动 开始派一些专业人员来调查 真的这个愤怒啊 对人的伤害这么大 后来找来很多研究人员 这个时候也不能拿人做实验 找了猴子来做实验 让那个演员继续演 然后呢看着那个猴子 结果猴子比人聪明一点 因为猴子一看到那个气氛已经来了 他就不看他了 开始在那里跳来跳去 惊慌失措 因为没有正眼看啊 幸好没有一命乌乌哀哉 那人看得很入神啊 一下子哇就看进来了 好 从这里呢我们 这个体会得到 这个愤怒嘛 确实对人的这个杀伤性啊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说谨慎为保家之本 而这个谨慎呢也要从我们的脾气啊 开始调伏起 开始调伏起 那那个脾气啊 跟这个气氏是不一样的 这个气啊 是为了公益 是为了公道 是为了社会的未来 对 这个在中庸里面讲到 发而皆终结 真的看不下去了啦 再不挺身而出不行啦 所以因为老师这一份道义啊 也跟很多的企业家 接上因缘 就有企业家呢 跟老师谈完以后说 啊对了 衣冠文物 影响社会风气非常大 你看现在 想要买个端庄的衣服啊 好不好买 真的呢 这个社会是变成 想当好女人都不容易 这个有一位老师呢 去给孩子啊 买这个内衣裤 要买个比较朴实的内衣裤都买不到 因为上面都有 蜡笔小新 都有这些 这些卡通人物 所以这个时代 太应该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后来呢 这些企业家呢 他们就开始去做唐装 现在呢 那很多人呢 这个男女 尤其女众呢 穿起唐装来 都非常有气质 这个风气呢 就慢慢一点 一滴啊 再转变过来 甚至于 观光事业 现在很多观光事业呢 都为了赚钱啊 骗客户的不少 这个观光的机会啊 都可能 藉由这个观光的过程 把伦理道德 把我们古圣先贤 的这些教诲 这些古迹的意义 都可以威威道来 这么好帮助别人 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的机会 都把它糟蹋掉 反而变成 要抹取自己的失利 结果消费者 都有点担忧 害怕 所以老师又跟这些 观光事业的 这些企业家 也接上缘了 现在呢 也进一步啊 培养人才 可以在他们这个行业里面 把传统文化 把政法给复兴起来 甚至于呢 酒店 也能够成为学校 这个姻缘啊 现在都积极在发展当中 这个酒店可以办 结婚典礼 然后不只呢 请他们来这里吃而已 还请他们呢 两边家族呢 都可以来上课 免费上课 怎么当好先生 怎么当好太太 怎么当好公公好婆婆 怎么当好泰山 好太水 怎么当小姑 怎么当走礼 这个要不要教 人只要被提醒啊 都愿意往这个良善的人生态度去发展 但是没有提醒啊 真的有时候糊里糊涂啊 做错几十年都搞不清楚 好 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道义的人生 好我们 这一连串的 课程啊 跟大家交流的是 成先起后 即往开来 而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之一 就是让我们知道 做人的五常 人 人 义 礼 智 信 人没有这个五常啊 那跟人格啊 就渐行渐远了 这五常 怎么复兴 从我们自己开始 把人义礼智信啊 把它表演出来 把人的善心 把它唤醒 好 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